咦 这是谁啊 味道那么难闻 你怎么让它住我旁边啊 我都是为了你好 以后你就知道了 草莓套中大蒜 我可真是小机灵鬼 这次的草莓长得那么好 你可是立大功了 我长得好那是我自己争气 和它这个做邻居的有什么关系啊 诶 话不能这么说 您这段时间都没有被害虫骚扰 可多亏了我 哇 要不是我体内的大蒜素啊 时刻在你周围散发着王八之气 那些害虫可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 而且和我种在一起 不仅不用担心我抢你的养分 我的根系还能分解有机物 给你提供营养呢 你就没有感觉脚下的这片土壤土质都好了很多吗 诶 这么一说 你好像除了体味大也没什么缺点了 和你住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 别犹豫了 这门婚事我同意 我这就去给你们办民政局 你们可要好好相处 这样我年年都能草莓蒜台双丰收了 让我想想 下一对我要撮合谁好呢 云南人为啥中毒也要吃骏子啊 因为云南人不相信骏子有毒 只觉得一定是自己没助手 看他们上山摘菌子好治愈啊 我也想去云南体验捡菌子的快乐了 想体验捡菌子 不用去云南 在家也可以 怎么捡 想捡当然得先种 首先准备一包你爱吃的菌种 准备好了 然后偷来隔壁家鸡窝里的稻草 在水中浸湿 等待发酵四天左右 再去超市买菜区 扯几个透明袋子 袋中按一层发酵稻草 一层菌种的润水装满 用海绵封好口放入阴凉处 铺上一块妈妈刚洗的湿浴巾 等待四天左右 这也太简单了 就等捡菌子了 不是 我话都没说完呢 怎么我爱你说的做了 还是没见长出菌子啊 因为你没听到最后一步啊 还有哪一步啊 最后 将透明袋子开几条口 定时给它口水喝 难怪啊 那我这就去给它开几刀 又猴急 记得将菌包悬空挂起来 菌子长得更好哦 这是为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我姜水 我松土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 老头说给我种大西瓜 各把月了 我抽抽啥情况 就你焦那点 还不够我喝的 该吃吃 该哗哗 就不能省着点 你懂啥 我土质松散 抽起好 耍焦点就裹得少 你可拉倒吧 前一阵 我亲眼看见老邓给你撒了好几块砖头 最近你就捞给我说你不够喝 你以为不散水容易啊 被发现了 这不是都为你好吗 想给你切大一点 甜一点的瓜 为我好 我都快被你炸干了 再坚持坚持 那些砖头是用椰子渣做成的 吸水性 透气性都很好 用了它 我都不需要抽你老地来帮忙了 原来真的是为了我 好了 赶快去多攒点水吧 好 来吃一个 为什么付出那么多 你还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怎么又暴斗了 早知道昨天的火锅就不吃那么辣了 你怎么凭口无人清白 上次拉肚子 你说是我害的也就算了 这次暴斗你又怪我 那我脸上的痘痘 你怎么解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我只能让血液循环加快 突然使身体代谢变快 顶多就是让你的脸看起来红一点 其实 都是我害的 我才是害你绝美的脸掌舵的凶手 辣椒大哥 是无辜的 有什么气 你就冲我来吧 看见了吗 这回你总该相信我是清白的了吧 别着急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 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 对对对 它不是有意的 是故意的 人体过多的摄取糖分时 胰岛素的释放也会变多 使身体内的雄性激素增多 脊椎分泌会跟着增加 所以才会长痘痘 不管辣椒大哥的事 停停停 这么说来 得怪你自己啊 谁让你吃那么多糖分多的食物啦 哎呀 前十才能让我有幸福感啊 谁能拒绝奶茶小蛋糕啊 快住手 你这姜有毒 嗨 俗话说烂姜不烂味嘛 这些生姜能够做好多菜了 就这么扔了多浪费啊 你要是实在不放心 把烂的地方切掉不就行了 俗话还说 你吃烂肉不吃烂姜呢 再节俭也不能拿身体健康开玩笑啊 生姜在腐烂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黄酱醋 如果长期摄入的话 患食管癌 肝癌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的 你们年轻人就是矫情 什么这素纳素的 动不动就说致癌 简直是危言耸听 外面那些商家把烂的地方切掉再卖给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吗 我现在身体可是硬朗得很 你们这些小年轻还不一定比得上我呢 还是要相信科学啊 我改天带你去做个体检 要不然那天真有什么事 后悔也来不及了 至于这些烂姜还是都扔掉吧 明天再去超市买新鲜的 让我来看看 你们家的生姜还能吃吗 这绿豆汤怎么是红色的 不然是啥颜色啊 人家都叫绿豆汤了 当然得是绿色啊 我做了三十年的绿豆汤 一直都是红色啊 还三十年都是红色啊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绿豆汤也是绿色的 你没事找事是吗 这么打 利亏气急败坏 打人吗 你住手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这里是北方 我这红色很正常啊 他是南方人 从小喝的绿豆汤是绿色 也很正常 不要一堆废话 还在这儿搞南北之战啊 实事求是 说重点 我知道 我们绿豆汤的颜色和地域没有关系 但和熬制我们的水质有关啊 天天北方水质为碱性 熬制出来的绿豆汤就是红色 南方的水质为酸性 熬制出来的绿豆汤当然就是绿色啊 这样啊 但这口感就是没有我们绿色绿豆汤好喝啊 你还想挨揍是吗 喝起生财 喝起生财 你们从小喝的绿豆汤是红色还是绿色呢 还有这么多没吃 多浪费啊 不如就让我 现在的人偷外卖也就算了 出门吃个烧烤 怎么还有人惦记啊 我还以为这是你剩下的呢 我可一口都还没吃 不过我掐指一算 老哥 你点的这是羊肉串吧 这么肯定 你还说你没吃过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羊肉和西瓜一起吃 难怪你会拉肚子 还有这说法啊 这锅我可不配 虽然西瓜性寒 羊肉性温热 但一起吃是可以综合我们的性味的 还不是他自己 肠胃本来皱若 还吹空调 在一起吃西瓜和羊肉 当然会拉肚子了 到底哪个才是包粽子用的 当然是我啦 我自带猪箱 闻起了天神行脑 说一句天选粽业 不过分吗 我不服 我可比你坚韧多了 包出来的粽子不容易破损 而且价格也便宜 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不选我 可是我看你们长得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没啥区别啊 什么叫没区别 他这么瘦重 包一个粽子 怕不是就要用好几片吧 闻着也没我香 做传统美食 怎么能贪便宜呢 身板小怎么了 我分布范围广啊 你在北方又没有地盘 知名度肯定不如我 谁说我不如你出名 要知道 但凡提起粽业 没有特质 那可都是在说我 那你说 我们谁更适合包粽子啊 要不我们还是让大家先选吧 你们家的粽子都是用哪种叶子包的啊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